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想给那些跟我差不多背景出生的农村姑娘 尤其是干出社会的未婚姑娘 想帮她们梳理一下 摆在她们面前的出路 帮助她们能清醒的认识到一些问题 然后尽量做出对自己人生有利的选择吧 首先你只要跟我的出生差不多来自小城镇农村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父母农民尤其家里有各个弟弟的 你就要明白你这个一头胎就是Hard模式 基层女性的生存环境比基层男同胞还要Hard 就是更加艰难 因为千百年的制度设计 不管你愿不愿意 他就要千万百计的把你往那个婚姻里推 结婚生子 基层家庭的单位的稳定性是对社会有利的 也符合社会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农村的女孩子没有财产基层权 你必须要嫁给一个男人去依附一个男人 去分一嫖她基层的财产 这也是农村的重男轻女的根源 因为女孩子没有财产基层权 系统把她打造成她是必须要嫁出去的 是泼出去的水 是人家的人 儿子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基层传统嫁取模式 还能得到一个别人家养大的劳动力 这就是重男轻女为什么在农村尤其严重 城市生态里的独生子男女大多就是不走那个传统的嫁取模式 两个人就是从各自的原生家庭单独独立出来 就没有这些问题 另外我上次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农村离婚的姐妹 户口都没地方放 前夫那里不给放 欠回老家也困难重重 一是父母嫌丢人 二有些村里不接受还不接受 就本身就是社会底层的女性 靠自己买房落户也不现实 尤其带着孩子在婚姻里面就消耗耽误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就是给社会打工换取保障机会 所以那个视频下面很多人就建议这个姑娘再找一个男人嫁了 把户口都牵到下个男人那里 很多基层的女同胞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就是不停的结婚离婚 很多城市里的独立女性总是骂他们婚旅 这个有时候我真的是没办法向他们解释 有时候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基层生态里面这些姐妹们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和困境 很多基层姐妹虽然不明就里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也能模糊的发出就是女孩子长大了就没有家的感慨 原因呢就在这里 所以出生轮称的姑娘在明白了这些系统运作后的原理 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一出生呢 你就拿到了一副很差的牌 所以你要付出比那些拿到好牌的女性呢 更大更多的努力你才能摆脱就是无形中那双大手的操控 成年后呢你如果不早早的为自己就是人生做计划 你的命运呢就会跟丢进温水里的青蛙一样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了 所以轮称姑娘从你成年后的第一步呢 你要先从那个思想上认识到从现在开始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决定了你下半辈子命运的走向 然后要记住一条真理 这条真理呢你越早一天意识到你这辈子受的苦难呢就越少 就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你 你这一生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你现在所看到大部分继承姐妹的婚姻的悲剧 人生苦难都是因为他们从源头上就从来没有过自救的意识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无知 也可能是那时候没有人跟他们说这些 所以现在有人跟你们说呢希望你能听进去 自救的第一步呢我昨天在直播室呢也说过 就是走出去去省会打工去北山广寻找机会 脱离原生家庭的环境呢去新环境独立成长是第一步 去踏踏实实的去学习或者是学个手艺 去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这条路呢会很孤独和无助的 但是这是你唯一的靠谱的出路 能做开放空间的工作呢就不要做分闭空间的工作 一个西餐厅当服务员和一个就是电子厂的流血线工人去选择前者 因为前者让你每天接触不同的人 要应付相对复杂的环境能让你学到更多 而一个环境相对分闭的流血线上 你几年下来也只是新手和熟练工的区别 是没有任何发展的 在你积累自救资本的阶段呢 这段时间是非常艰难和孤独的 在你还没有就是说挖掘出个人价值 也创造不了很大的社会价值的时候 那么女性自带的生育价值呢就尤其重要 大部分姐妹就有年年的焦韵的根源就在这里 就怕创造不了其他的价值 有没有以自己的生育价值换取的好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有很多姐妹就仓促将就的进入了婚姻 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只有生育价值 大部分情况呢是换不来好的生活的 因为看中你只有生育价值的男性呢 就是说他不可能比你优秀多少 他很大程度的跟你一样是迷茫的 随波逐流的 跟你一样是物质和精神双贫困的 他也很难去述出爱 有家庭和责任感这些 因为爱和责任呢是精神世界苏醒的人 才能感知到的一种高级情感 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婚姻改变街市 涨价的好一点就只有一条路 就先精神脱贫 意识到这辈子就自己靠自己 放弃就寻寻觅觅 寻找男人依附 去坦坦实实的积累自救的资本 把自己提升到更上一层的择偶市场里 让自己就多一点选择 你才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会遇到 就是说能跟你精神上一起成长的人 你们父母着急想把你推进婚姻呢 也只是他们想要迫切的转移 外界给自己的压力 就他们考虑的不是你的幸福 考虑幸福的父母是不会这样催你和逼你的 毕竟根本就没有尝过幸福是什么样子的人 就是不知道婚姻质量为何物的人 他们只会告诉你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一忍一辈子就结束了 你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呢 就要从源头上去抗争 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去靠自己去强大自己 然后记住就是婚姻不再是女人的出路了 那些已婚已育的姐妹 在温水里煮久了 大多数都没有改变的勇气了 我们现在呢 还有机会去创造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所以从源头上就要把握住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